老北京人常管北京城叫四九城。四九城中的四,是指北京内城东西南北的四面城墙,而九就代表城内的九个门。过去北京的衙门九门提督,掌管的,就是这九个门的安全。 老北京人常说,九门走九车,意思就是他们进出不同公用的车,为朝廷运送不同的物资,领德胜门以为以德取胜,得到胜利,是京师通往塞北的重要门户,素有军门之称,宁清两代,德胜门正面迎机来自北方的军事入侵,是北京最重要的城防阵地,这里曾发生过著名的,北京保卫战。 过去,遇到战士从德胜门出兵,由安定门班师,分别取其开德胜,和太平安定之意,明永乐皇帝北征,清康熙皇帝,平定格尔丹叛乱,乾隆皇帝镇压大小合卓叛乱,都是出师德胜门。 正阳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七年,元明立正门,因为于紫禁城正前方,又有前门之称。正阳门是内城的正门,除了皇帝之外,任何人也不准许从监楼下边的正门出入,而只能走东西两边的旁门。 正阳门是专攻皇帝走龙车的,五百年来,正阳门宝京沧桑,集会集休,现尽存城楼和建楼,是北京城内唯一保存较兰好的城门。 崇门门在元代时称为文明门,俗称哈德门,崇门门是走九车的城门,城外是九道,当年的美九大多是从河北桌州等地运来的。 宣武门建于明代,初称顺城门,正统四年改称宣武门,崇门门与宣武门的命名上,遵循了古代左闻右五的礼制,两门一门一五对应,取文治五安,江山水顾之意。 宣武门外是菜市口刑场,朝阳门是用来走粮车的,南方的粮食向北京调运,必须先走通汇河,水运到通县,再从通县装车进城,走朝阳门进京,粮食进入朝阳门后,在附建的粮仓中存放,以备用。 现在朝阳门附建还有两处地名陆米仓和海运仓,这就是当年存放粮食的仓库。 复城门是明清两代自门头勾运送煤进城的重要通道,故有煤门之称,明清两代复城门一代,无论农民还是手工业者或者商人,每年秋分时都会做同一件事, 纪月,因为乐坛设在复城门南侧,每年秋分,功力必有人来乐坛纪月,场面恢弘,充满皇家神秘感。 清朝时,由南方通过通汇河运来的木材,常常储存在东直门外,北京城所需木材大多从东直门运进北京城,因此东直门又俗称木门。 东直门是北京九座城门中最贫瘠之门。西直门在元代称为何一门。明洪五元年1368年,大将军徐达率明军攻占元大都城,元顺帝北逃,为防止元残军反攻,徐达命令指挥花云龙整修,加固,对元大都土城外侧包弃成砖,明永乐年间迎建北京城,何一门改称西直门。 西直门是竹阵阳门外规模最大的一个城门,西直门是走水车的,皇帝喝的水是玉泉山的泉水,乾隆皇帝跨玉泉山的水,是天下第一泉。 安定门是专门为出征得胜收兵而建的城门,京城九门有八门城内建有关帝庙,唯独安定门内建真武庙,真武大帝于是成了真门的宝物,使得安定门在珠门中独具一格。 安定门也叫生门,有风雨之意,所以皇帝要从此出门去到地毯祈祷风年。